大家好,我是新材整型外科診所的邱大瑞醫師 今天我要來跟各位談談有關於額頭的一些問題 首先,我們先來簡單的判斷一下自己是屬於哪一種額頭吧 首先,第一種就是凹陷額頭 它代表的是眉骨與額尖層凹勾狀或是U形狀 前額高低不平或是菱角分明 第二種是扁平額頭 也代表是從側面看過去額頭沒有任何的弧線 甚至呈現一條直線,使得五官不夠立體 第三種是寬額頭 它是以眼睛的長度為單位 如果額頭的寬度超過五個眼睛的寬度,便是屬於寬額頭了 第四種就是骰額頭 也是同樣的道理 如果額頭的寬度少於五個眼睛的寬度 便是屬於窄額頭了 有句話說過,敢露額頭的才是真美女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走向無瀏海之路 邁向真正的好運氣、好面向呢? 手術方式一 自體脂肪峰額 手術主要是將身體多餘的自體脂肪 小心的取出 再填補至額頭凹陷的地方 通常我們會從大腿、手臂或者是腹部來進行抽脂 這個效果非常的自然安全 適合臉上不容易長肉的人 手術方式二 骨水泥蜂額 骨水泥是目前用來修補 骨骨缺損最常使用的醫療材料之一 它可以根據3D列印的方式 設計出適合人體的植入物 手術的切口會隱藏在頭髮裡 不必擔心有明顯的疤痕 也不用擔心脂肪存活率不佳的問題 是我們打造飽滿額頭的永久方法喔 其實不單單只有蜂額的狀況 會需要在額頭的部位動刀 如果有眉芽眼的狀況時 也常常需要用手術的方法上提前額 輕一步調整眉毛的位置 使整體五官看起來更協調 圖中的案例就是因為額頭的皮膚較厚 如果沒有一併的做抬眉 即使擁有漂亮的雙眼皮也很容易被遮住 造成眉芽眼的狀況 除了骨髓泥蜂額之外 我們有時候也會運用五爪拉皮來固定前額 五爪勾是一種可以被吸收多點固定的小爪勾 可以把鬆弛的前額皮膚固定在骨膜上 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束後大約兩週就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了 額頭整形也攸關了眉毛與眼睛部位的協調程度 它可以一併解決前額的皺紋、鬆弛、眉毛不對稱或眼尾下垂的問題 在擁有一個飽滿好命的額頭之前 一定要深入的了解自身的狀況與條件 並且跟醫生做良好的溝通 才不會花了錢、挨了痛 反而自信心卻越來越低 這樣好運就離你越來越遠了喔 我是整形外科邱大瑞醫師 請來新材找我 其實我本來只是想要簡單地先以割雙眼皮為主 但是因為邱醫師評估過後發現我有很嚴重的眉牙眼 所以他是先建議我先把額頭封而拉皮 先改善我這個嚴重的眉牙眼的問題之後 我的割雙眼皮的整體的比例才會比較好看 其實還好欸 基本上我根本就不太需要管它 因為傷口我也看不到 最不舒服就是因為它很腫脹 就大概就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不舒服其實就是不能洗頭 這一點也讓我印象很深刻 其實我沒有想過我就是會要做額頭 因為以前都是只想說眼睛跟鼻子好看就好 但其實做完額頭之後我發現真的有不太一樣的人生 是因為以前我都很沒有自信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露出額頭會很好看 所以我一直都是留著簡單的眉眉頭 但直到我做完之後很多人都跟我說 欸你額頭很美啊你就要把它露出來 就是做完額頭之後我自己的自信心都有很大的提升 對抗多年錯鍊 為什麼工作 crimin 絕對抗多年幾秒 也得到我了 就像人板戈友